2021年英雄联盟前世界冠军选手刘伟健 Toys因涉嫌买大麻烟弹被检警盯上 一审被判4年2个月徒刑还要限制出境 Toys不服上诉 二审结果也在6号出炉 维持原判并驳回上诉 Toys因为牵涉大麻案件 遭到许多YouTuber拿来做文章 不过网红9man11月也进入大麻案 Toys却没打算放过对方 直播时大酸特酸 一样都跟大麻案有关 Toys被窥50步笑百步 如今二审驳回上诉 他又重重被打脸 这回又因为颁奖跟统神开战 但其实两个人早就埋下恩怨 两个人两年前代言同一款手游进行单挑 由Toys打败统神却因为改名字争议在网路上开战 而Toys尽管争议连连骂神不断 但他仍然把这个当作话题操作继续充流量 这期晚这么报道